画面定格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一名满脸是血的男子 神情恍惚地开着车 痴痴地望着手中的一个发夹 车座上还有一把带鞋的手枪 随着男子的字述 故事回到了他刚刚来到比尔兹利的那一年 也就是他遇见女主人公洛丽塔的那一年 因为任教来到了比尔兹利的男主人公汉伯特 入住了夏洛特的家中 原本因为房间差强人意而决定离开的他 在见到夏洛特的女儿洛丽塔之后 便坚定地留了下来 原来在汉伯特14岁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段初恋 可惜女孩不久后死于伤寒 汉伯特对他念念不忘 而在见到洛丽塔的那一刻 汉伯特便意识到 自己的一生都将与这个气质妖媚的小女孩纠缠不清 他的眼睛总是懒洋洋 眉头微皱 但是一笑起来却又很甜 言谈举止 充满野性 但又不失孩子气 他是一个矛盾体 但其实他又十分简单 很多时候他很刻意 有的时候 又是那么随意 无法想象他仅仅是一个14岁的少女 不巧的是 夏洛特也对汉伯特产生了好感 夏洛特将女儿送去参加野营寄宿活动 同时也向汉伯特表达了心意 即将离开的洛丽塔 却在汽车开动之前 冲上楼与汉伯特相吻 在此之前 就已经被洛丽塔 撩脱地想入飞飞的汉伯特 当即决定为了洛丽塔留了下来 成为了洛丽塔的继父 事实上 汉伯特与夏洛特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这一切也终究被夏洛特发现 愤怒的夏洛特提出离婚 并且称 汉伯特将再也见不到洛丽塔 就在这时 夏洛特意外地出了车祸 这一切也便成为了汉伯特一个人的秘密 汉伯特把身在夏令营的洛丽塔 接到了身边 瞒着母亲去世的消息 与他游历美国 而他们自此展开了一段不轮廉 失去母亲的洛丽塔 只能意味着这个名义上的继父 他一边视她为女人 占有她 一边又视她为女儿 教导着她 青春期的女孩子 双膝离世 涉事未深 亦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对爱的诉求 她慢慢地长大 不再顺从于她 不再依赖于她 她开始想要逃离汉伯特 或许从她第一次见到 那个所谓作家奎尔蒂时 这个念头便已经萌生 她偷偷地攒钱 让同学帮忙撒谎 也开始了与汉伯特的斗争 在一丝激烈的争吵过后 洛丽塔冲出了家门 汉伯特原以为一向快乐 调皮叛逆的她 对妈妈的死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然而 她一直以为是汉伯特杀死了她的母亲 洛丽塔恨她 她不屑于她的爱 甚至利用她的爱 在大雨中寻找她的汉伯特 在一家便利店里 看在了正在打电话的洛丽塔 洛丽塔提出再次旅行的要求 汉伯特只感激洛丽塔留在她的身边 却不知道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跑计划 在途中 发觉被跟踪的汉伯特惶惶不安 就连洛丽塔与别人正常的交流 也让她心慌不已 一路上 伴随着这被人跟踪的恐慌 疑虑 猜忌与狂躁 两人再次发生了争执 汉伯特的眼泪 却只换来了洛丽塔的嘲笑 终于 洛丽塔还是走了 失踪了 带着汉伯特对她沉重的爱消失了 汉伯特疯狂地寻找她 寻找彻夜无果之后 彻底绝望的汉伯特回到了别尔兹利 三年之后 一封来自洛丽塔的信 再次掀起了汉伯特心中的涟漪 洛丽塔在信中表示 自己已经结婚 并且有了孩子 但生活窘迫 希望汉伯特能够提供帮助 汉伯特收到信之后 立即赶往了信上的地址 终于见到了 以为人妇的洛丽塔 此时的洛丽塔 已不再有少女的娇滴滴 可望着一当初 云泥之别的洛丽塔 汉伯特害怕地发现 自己仍然爱着她 她可以褪色 可以枯萎 怎样都可以 但我只望她一眼 万般柔情 便涌上心头 她给她钱 要她跟她走 她依旧执意不肯 眼前拒绝了她 只顾数钱的洛丽塔 让汉伯特绝望地意识到 她是从未爱过她的 过去是 现在也是 伤心欲绝的汉伯特 离开了洛丽塔的家 枪杀了当年拐走 洛丽塔的奎尔蒂 心中心如死灰地 一路开着车 带着当年洛丽塔 头上的一个小小发夹 她仿佛又看见她 一身蓝衣 带着纯真灿烂的笑着 对她挥手 就是这个 当年仅仅14岁的女孩 诱惑了她的一生 她是她一生的罪 一生的欲 一生的债 一生的终结